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有可能会引发火灾 而且这些油污还会成为细菌脂身的温床 为了调查车油烟机里面的油污是否真的这么危险呢 我们立即来到这个街坊的家了 看看街坊的家里面的车油烟机到底在什么状况 大家好 我是生活调查团李俊 今天来过来就是想调查你们家的这个抽烟机的清洁问题 让我方便进去吗 可以 谢谢 这就是我们的厨房 这是抽油烟机 哎呀 我看到抽油烟机这是油垢吧 对对 所以多久 油垢有十来天了吧 那一般多久清洗一次 一两个月吧 一两个月 哎呀 我能不能把这个油垢拿去取样 然后做一个检查 好吧 好啊 谢谢你啊 我们家的抽油烟机 然后已经很脏了 这是油垢吧 哦 对 一个月煮多少次饭在家 呃 我很少煮饭在家里 那你清洗的话一个月就要清洗多少 呃 我这应该有半年没洗了吧 半年啊 对 那我能不能拿一些油垢回去做一些实验啊 哦 可以 谢谢 经过一番调查 调查院分别从居民家里 拿了一些抽油烟机里面的油垢 为了更好地进行实验 我们特意选了一些时间比较长的油垢 传闻长年不清洗抽油烟机当中的油垢 会受到高温影响而引发火灾 到底是真的假的呢 我们立刻进行实验 好了 见了我穿成一身的装备 就知道接下来又要做实验了 那今天实验做什么呢 见到桌面上面摆放着三杯不同的油垢 怎样不同呢 分别就是有时隔了两年 沉浸了两年的油垢 这个是一年和半年的 那沙拉就会做这个实验了 那这个实验是我们沙拉就会模仪高温的环境 用这个木棍 即是我们的筷子 木筷子 又去碟一碟油 然后火机去烧着它 看火到底是烧得多旺盛 好了 首先我们第一步要做就是 把空白对置的筷子烧着它 在没有加油的情况之下 是怎样的情况 可以看到了 火烧是比较小的 还有烧得也不是太过旺盛 好 照来我们试一试 在这个木筷子上面加些油 即是火上添油 那我们看看情况又是怎样的 同样两年的这个油垢的可燃性 都有多少 可以看到点火的时候 烧得比较快的 比较好 没有黏油的那个木筷子是烧得快点 还有点燃的这个速度是快很多的 照来试一试二号 又是沉添了在这个的七榴烟机里面 有一年时间油污 看看情况又是怎样的 它可以看到点起来点燃性就比第一个一号两年的油垢更快 而另外闻下去的那种味道是没有那么攻鼻的 最为CX3没有油 在油七榴烟机里面沉添了半年时间油 可以看到其实它的燃性也是非常之快的 点燃的效率也很高 通过我们刚才的实验可以看到 三支已经敲满了油壶的筷子 就是燃消得非常之快 和燃消得很旺盛的 而没有黏这个油壶的筷子 当然它们都会穿起身 但是这个燃消的速度 和整个旺盛度来说 就没有三支筷子那么明显了 到底在我们煮菜的时候 或者在我们这个高温环境之下 油壶有什么安全隐患在里面呢 油烟机里面的油污 它的主要成分是油 而油是一种易染物 所以说当这个油 它的温度达到 油烟机的温度达到一定温度的时候 也就是达到油的费点 再加上油烟机里面存在大量的油污 就可能会引起火灾 看来抽油烟机当中的油污 存在一定的安全隐瞒当 当油的温度达到一定的可燃点 就很有可能会发生火灾 抽油烟机里面的油污 除了会引发火灾之外 网上也有一个传言就说 抽油烟机里面的油污 其实就是这个细菌滋生的温床 如果假如长年累月都不清洗的话 沉淀在这个抽油烟机里面 就会令到这个抽油烟机本身的寿命就会减少 而另外炒出来的这个送的质量 也会下降的 到底这个传言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我们马上去调查一下 难道这部抽油烟机里面的油污 真的是大量细菌的重生之喘 我们还是交给专业的检测机构 来检测一下 通过检测油污当中的细菌总数 来告诉大家答案 通过检测 我们发现这三个油污样品当中 都含有不同等量的细菌总数 其中一号药品当中的细菌总数为 每刻14200CFU 药品当中含入的细菌总数为 每刻7650CFU 而三号药品当中的细菌总数 居然高达每刻18000CFU 看来这个抽油烟机的油污 是细菌滋生的温床 这个说法一点都不夸张的 你们试想一下 若然这个抽油烟机里面 油细菌总数不断攀升的话 而且是很高的话 我们炒菜煮饭的时候 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 我们这个空气质量的 除了这样之外 还有什么危害呢 油污呢 它是一个自身细菌的温床 当我们就是炒菜的时候 由于温度过高 这个油污里面本身都存在着一定的细菌 可能会低到我们饮用的这种饭菜里面 所以说对人体会形成一个危害 另一方面呢 由于油烟机长期不进行清洗的话 会造成一个空气 一些油烟机的排烟不畅 会造成家庭里面的空气质量下降 对人体健康危害也是很大的 这样看来 要经常清洗抽油烟机的任务 就变得格外重要了 只要彻底清洗干净抽油烟机 这样才可以更好地避免这些安全隐瞒 那我们又应该怎么样 彻底清洗抽油烟机呢 好 这个时间来到广州 洁静100家电清洗全国连锁机构里面 立刻我们邀请周师傅 周师傅你好 我们再次见面了 周师傅我想今天来到这里 就请教一下有关于 抽油烟机一些清洁的相关问题 又要劳房你了 那我们现在进去 然后就向你请教请教 是 周师傅 我们身后有一台抽油烟机 这台等一下是我们实验要做的吗 对对 是我们实验要做的 然后我看见它的油垢很多 这个抽油烟机它多久没清洗过 这个油烟机应该有半年以上没有清洗过的 好 现在接下来时间交给你了 用我们周师傅的一个油烟机清洗 倒在几年 我们的话主要是通过我们那个 周师傅的一个油烟机清洗设备呢 对这个油烟机进行一个高温高压 甚至带于药剂的一个清洗 那这样的话可以很特别的把那些油烟清理干净 好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 就是油烟机的一个油烟 油烟到的存满了这个油烟 那我们可以拆卷动力往下来 可以看到那个里面的油烟是非常脏的 油烟机輸出的一个油烟机 嗯 我可以看到这个油烟机 我们下来就看到这个油烟机 我可以看到这个油烟机 点至于浓室 在我们下来的油烟机 על伊萝卜 周师傅已经抹干净了 也建το着周师傅一来有一点感觉清洗 大家看到这里 你早知道 小一个比较动物都不晒了 毛生嘛 张师傅 刚刚你清洗的时候 这抽烟机是不是非常的脏 对 然后经过你清洗 就现在是非常干净了 那我想问一下 周师傅 那我们平常在家里面 一般抽烟机多久清洗一遍呢 正常情况上 如果客户自己日常清洁的话 其实每一周都应该擦拭一下表面 如果要进行三度内部的清洗 应该是三到五个月内 要请我们这些专业的一个清洗人员 去给他做内部的清洁 知道吧 好 今天就辛苦了 周师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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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技术人员的解读 和清洗过程的展示 相信电视机前面的你 也都学到不少的清洗技巧的了 我们在家里面 一个星期左右 就要进行表面的基础清洁 一年就要有两到三次的彻底清洁了 我们调查这个抽烟机的问题之后 我们转一转话题调查 这个夏天的焦点 就是说这个夏天当中 我们喝渣啤和吃烧烤 一听到这个透心凉的感觉 爽到不得了 那今天夏天 虽然喝渣啤是非常爽的享受来的 但是最近网上传言就说 渣啤虽然好音 但是就不安全 为什么不安全呢 我们立刻吊起一下 一到夏天 不少人都喜欢去到烧烤 享受烧烤喝啤酒 而渣啤以清纯爽口的口感 成为广大男性消费者的罪爱 不过最近网上就有一系列的新闻报道 将渣啤推向了不安全的深渊 说渣啤市场混乱 以假年真 大多数渣啤细群超标 刚刚看到了石家庄的新闻 说有个烧烤当 将客人喝剩了玻璃瓶的啤酒 倒入桶桢的渣啤里面 再封锁口卖给客人 好噁心啊 最近总看到关于渣啤不卫生的新闻 说渣啤市场很混乱 我都不敢喝了 现在都喝瓶装酒 吃烧烤当然要配渣啤啦 超爽啊 蛤不是吗 渣啤不安全 有没有可能啊 我每次喝都没事的 看来各位的意见都各不相同 到底这个渣啤市场如此混乱 以及现在乱真 以及这个世界超标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我们立刻去调查一下 不过在调查之前 我们先了解一下 这个普通啤酒和渣啤到底是什么区别 简单来说 渣啤是新鲜的啤酒 没有经过巴士低温消毒处理间 味道更加新鲜浓厚 但是保质期较短 一半只有三到五日 而普通的啤酒就是熟啤酒 经过巴士低温消毒处理 味道清淡 不过保质期较短 夜幕光临 兴奉拂面 城市开始变得烦哮 人们开始忙碌起身 上门对于大学生来说 是一个狂欢的哲人 在这个时候 没有什么给得上 吃着烧口 喝着渣啤来得更加堪穿 为了深入调查市面上面的渣啤 到底安不安全 我们的频道决定深入各大大排档 了解各个店铺的渣啤的制作过程 老板我想问一下 就是关于你们家的这个渣啤 一般是自己制作呢 还是 这个是我们是经销商 然后我们统一是经过厂家 认识出来的 我们吃法销售 那这个渣啤的制作过程 像我看到后面有这个钢筒 是来的干嘛 直接运过来 钢筒的话是成品酒来的 因为那个做好的 我们什么负责的 这就打出来就可以了 就只需要最后一锅 最后一锅 通过采访 我们发现不少店铺的渣啤生意 都非常火爆 不过大部分渣啤店铺老板 都对厂家渣啤的制作过程 不太了解 只是扶实销售 那在销售过程当中 渣啤会不会存在 细菌超标的可能呢 留为了这个验证 啤酒市场上面的 如此之混乱和耳朵 还有细菌超标等等的现象 我们专门从这个各大大排档里 拿了这个不同的样品 这个啤酒里面 然后我们会送到这个警察机构 进行这个细菌检测 到你看一看 这些啤酒里面 细菌含量到底有多高 事不宜迟 马上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检测 和检测从各大大排档 拿回来的渣啤药品 其中样品一的渣啤 细菌总数为每毫升200CFU 要样品的细菌总量是每毫升167CFU 咦 随机采取回来的渣啤 细菌多多少少都会超标 那喝了一些不安全的渣啤 危害又有哪些呢 因为渣啤它的制作过程 比较可能是比较 什么时候比较短 而且它的保持时间也比较短 以外都是只有两到三天 不像瓶装瓶装 它的保持时间比较差一点 因为它的渣啤保持的比较短 所以它就容易引起一些 脂性肥肠炎 脂性肥肠炎 长期的喝酒会降低血小白 调查到这里 我们可以落定了 就是说这个渣啤市场上面 如此混乱和以假乱真 以及细菌超B的说法是真的 所以在这里提升各位爱酒的人士 这个喝渣啤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安全和卫生 当然在选择渣啤的时候 我们应该如何去选择和避免 去喝到一杯安全又无隐患 又真正纯正的渣啤呢 是这样的间别 首先是我们用视角角度去看 一个是它的泡沫 泡沫的多少 来间别它的渣啤的时间长度 或者是它的增加 其次就是间别它的图光度 也就是我们说的透明度 喝渣啤的时候 它的泡沫 跟它下面的那个液体的比例 一比一的这个情况下 可能说明它这个渣啤 新鲜度比较好一点 要是它的泡沫减少了 说明它的时间可能比较过长 或者超过期 我们经常喝啤酒 也就是从我们自身的一个体会 喝我们平常啤酒呢 它就有种稍微有带酸的一种感觉 在渣啤呢 它就就带在里头 带4.5米 专家从来来说 要留意分装渣啤的生产日期 渣啤是一种普通的生啤酒 通过微孔膜过滤除菌 未经过高温杀菌 也未添加防护剂 因此极容易变质 必须保存在0度到5度 渣啤虽然好喝 各位在这里喝渣啤的时候 记得要学会分辨优劣的渣啤 这样才可以 除了渣啤之外 很多人都会选择喝啤酒 在这个韩剧当中 来自《星星的你》这部电视剧里面 也都说到 啤酒配这个渣啤是最配的 它们也成为了好拍档 明天开了 当然还能吃饿了 我吃饿了 Bud有赢酱和吃饿了 蒸开酱和吃饿了 买到 吃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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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蒸开酱 guns 蒸开酸汁是1395kcal 蒸开酱和酱 蒸开酱和倒闹 蒸开酱和酱 蒸开酱包 金蒸开酱 对 不然我沒喝起來 啤酒一直都是大家在下日笑笑的神器 特別深受男性朋友的歡迎 啤酒不單單可以跟炸雞配搭 可以跟飯食配搭 可以跟各種零食配搭 不過喝啤酒多了就不是很好 啤酒雖好但是喝的時候需要謹慎 亦在網上有一個流傳意久的說法 就是說這個啤酒套 當然啤酒肚顧名詩然與啤酒離不開關係 到底這個啤酒肚是怎樣的呢 我們立即去調查 啤酒肚又叫做羅漢肚 啤酒肚跟男性的遺傳經驗有關 就好像女性肥胖從臀部開始一樣 男性的脂肪大部分都會儲存在腹部 一般男性到了25歲之後 多多少少都會有啤酒肚 這個啤酒到底是不是導致啤酒肚的真兇呢 調查之前我們還是一起來聽一下街坊們 有劇男士朋友們的意見 啤酒肚嗎?應該這樣說吧 因為很多人都是這樣認識的 沒有吧,跟意思反正也不止這個吧 也不是說百分之一百因為這個原因 應該是說喝啤酒不運動出來的吧 綜合的嘛,不可能單純喝個,就是叫法 我覺得只是一個叫法,叫啤酒肚 看來各位的意見都不是很統一 有些人就會認為啤酒肚是喝啤酒所引致的 有些人就會認為啤酒肚和喝啤酒沒有太大的關聯 到底這個真相是怎樣的呢? 既然這個啤酒肚是腹部積累的脂肪 即是說啤酒有含有大量的脂肪和熱量 到底啤酒的熱量有多少呢? 我們立即去做一個實驗 為了調查清楚一杯啤酒當中所含的熱量 他們特意挑選了朱古力作為對比樣本 調查員將啤酒和朱古力分別送到專業檢測機構 進行熱量檢測,看看兩者之間的熱量整 通過檢測,我們發現一杯啤酒所含的脂肪是每100克0.3克 而100克的朱古力的脂肪含量是每100克24克 咦,照這樣看來,一杯啤酒的熱量 遠遠不及一塊朱古力的熱量 那啤酒肚跟啤酒是否真的沒有關係呢? 啤酒肚其實因為它是一個怪名 它並不說是喝啤酒引起的啤酒肚 可能是與它的飲食不大,缺乏代煉等等引起的 對藝人應該這樣說,缺乏上沒有特殊的關係 啤酒肚也可能是因為我們男性 比如天上的時候晚上吃夜宵 吃夜宵的時候都是先喝啤酒 外來在包吃、包飲,或者吃一些高脂肪、高代曼的東西 也會引起啤酒肚 這樣看來啤酒肚就不怪啤酒了 是因為我們喝啤酒的時候 通常都會吃一些熱量高的食物 例如消耗類的雞翅、沙虎等等 不過啤酒喝多了,熱量自然會高 所以大家都是千萬不要探杯 我們經常說啤酒套是啤酒套 其實啤酒套跟啤酒套沒有太大關係 但雖然是這樣,但是啤酒套 對於我們男性來說 都是我們隱藏的健康殺手 對,因為它是脂肪層的一個對接 它隨著時間的推移會引起一些高血壓 心臟病、糖尿病 甚至從我們咪尿外科來說 會引起我們新功能一些障礙等等 嘩,看來啤酒套也存在一定的危害 專家還提醒各位外酒的朋友 啤酒雖然好喝,但是應該有所折製 那麼我們又應該怎樣才可以遠離啤酒套呢? 應用事方面要有規律 這就是要適當和適度地去 用作一些體育導致 節目看到這裡 我相信電視機旁邊的你們 都已經了解到啤酒方面面的 當然我們這個時候也總結一下 回顧一下我們節目當中 之前的調查結果 本期節目調查總監 第一,咪啤市場混亂 現在亂症的現象重生 大部分的咪啤都是細菌照標 在選購的時候 應該要學會分辨真價咪啤 第二,啤酒套和飲啤酒沒有太大關係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飲食休息 不規律到佔 第三,遠離啤酒套 平時最多家鍛鍊 這個啤酒歷來都是夏季的寵兒 看完這期節目 我相信電視機旁邊的你們 都已經了解到這個啤酒的好處和危害 除了這樣之外 在選擇渣啤的時候 記得懂得分辨這個優劣渣啤 這樣才可以喝到安全的一杯渣啤 我們今期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大家可以關注微信公眾平台 生活調查團 在上面獲得生活上的小知識 我們下期同樣時間再見,拜拜